请不吝点赞 订立港区国家安全法 会不会影响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呢? 我们都不停地和商界接触 了解他们的关注 经过一年的动荡 商界都期望国安法可以令香港长治久安 那国安法会不会影响香港和海外市场的经贸联系呢? 一直以来 香港都是以单独关税区的地位 与海外市场建立经贸关系 这个地位源自《基本法》116和151条 不会因立法而改变 立法后香港仍然会发挥自身力量 与经贸伙伴一起推动发展改善生活 每个地方都应该有国安法的保护 既然立法只针对严重远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守法的市民和海外投资者都不用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